大家好 我是阿澤 今集講一下林作的樣子 話說林作又出來發瘋了 寫了一篇文章 支持陳若霖Kerry 即是訪問張家朗 起水的女兒 內容大約是 這位陳若霖 被網民追擊的原因 是因為他是代表TVB 如果是第二個台 就不會有事 這就是阿林作的說法 關於阿林作說這件事 我是不認同的 其實一開始大家聽到 有人起水的時候 很多人是未知記者是哪個台 大家只是知道有人起水 打斷了張家朗的發言 阻止了訪問 那些人已經在吊老母 當時 很多人是不知道是關TVB的 當時那些人只是說 這女兒做什麼事 因為收音了 到後來 真是被人追擊了 是因為這女兒蠢了 不是馬上認錯 還想在那裡死雞撐飯蓋 所以才被人追擊 老實講 如果這女兒第一次起水了 立即出來道歉 說自己可能當時太興奮 見到男神BB 一時興奮過頭 走去示愛的話 即是立即道歉 我相信 那些人未必會追擊得那麼緊要 最多可能都是恥笑兩下 這樣 但他還想是死雞撐飯蓋 那些人施這麼大力 吊咬他 那當然 因為他是這個TVB的人 有些人可能就會吊得樂力一點 大家都明白了 身仇舊恨的事情 很難說 但是最主要的原因 就不是因為這個女記者是TVB 所以那些人吊咬他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他蠢了 賊了 還要走出來扮勁 想死撐 如果他一開頭 立即道歉 哪有這麼多人有空去吊咬他 說真的 還有我覺得 不要什麼都是蠢TVB 你無衰無斷的 誰有空去吊咬你 你TVB又怎樣 李佳琛又不見他被人吊咬 馬國明又不見他被人吊咬 不跟事 這兩個都是TVB 有關什麼事 例如你這些林作 和鍾培生那些 你們都不是TVB 但你都經常被人吊咬 經常被網民吊咬你 不要放上網 左吊又吊你兩個 那你兩個都不是TVB 所以很多東西是不關事的 不要經常吊吹些東西出來 當真 林作 那些人吊咬某一個人 不是因為他是不是TVB 是因為他做了些東西出來 HIGH 所以被人吊咬 那只不過 你有TVB這個身份加成 那些人吊大力一點 就是這個意思 講得好像吊你沒有狠問題 那樣 這條狠樣 經常走出來 引人注意都很厲害 這個林作 不能得了 今天講到這裡 沒什麼特別 那照舊 如果喜歡我的節目 可以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下次見 各位網友 拜拜